我们是一个气动的干瓣器器 它是纯靠器具做的 不需要电 然后这边我们先打开门 然后把干瓣放进去 干瓣放进去 然后它这里面有两根喷感 它洗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喷感上面有很多喷嘴 你手练可以叫我 喷感上面的话就有很多喷嘴 喷嘴口是非常小的 它就可以形成一个压力 就可以达到一个清洗的效果 然后它清洗的时候 喷感两边还有两个驱动嘴 它清洗的时候就可以达到一个旋转 它就这样子旋转 就可以保证干瓣 每一个角落它都可以清洗得到 然后我们现在关上门 关上门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装在这个姿势灯 现在就变绿了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然后打开门之后 它就会变红 关上门之后就会变绿 然后变绿了之后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按启动 按启动键 然后它就开始清洗 然后按起停键的话 它就会停下来 按起停键就会停下来 或者是我们这个计时器 我们这里有清洗计时器跟清洗干燥计时器 当我们设定的时间 比如说我现在设定99秒 它上面这个数字达到了99秒之后 它就会自动停止 停止之后它就会进入到清洗干燥环节 然后打到时间之后 它就自动停止了 停止之后我们就可以打开门 把钢网取出来了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个调压法 就是调节这个琢磨泵 它就是我们清洗的这个泵 它的一个压力 然后这里清洗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到它的一个清洗压力了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清洗叶箱 这个叶箱里面它是有多层过滤的 它液体回流下来 会经过这个盒子 然后这个盒子里面它还会有一个过滤袋 然后我现在取出来 它这个盒子里面还会有一个过滤袋 会有多层过滤 经过过滤之后 然后再回流到这个清洗叶箱里面来 回流到清洗叶箱里面 我们的泵它就是夏季上出 然后它就这样子就从下面抽进来 抽进来之后再从上面 泵的上面送出来 送出来再到这个清洗过滤器 它过滤器也是分成的 它是有上下两层 有上下两层 然后它经过过滤的液体 会从过滤桶的下方就是这里 然后送出来 送出来之后就会在这边分成两边 它在这里就会分油 分油这边的话就到那边喷嚷 然后这边的话就送到这边喷嚷 它就有两边喷嚷对着一起清洗的 然后它整个流程就是这样 然后清洗完之后 它就这个气缸它就会打开 清洗完之后这个气缸打开 它就会从那边排气吹气嘛 这个气缸的下方就会打开